提起央视主持人的话大家都会认为是一个非常有地位和有实力的职业了,能够成为央视的主持人无疑在某些时刻,也就代表了央视的脸面,所以在央视主持人选拔的这一方面也是比较严格的。 这两天央视主持人造成的热点也是非常大的,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朱军那件事情了吧?这件事情在曝光之后,可以说是引起了非常大的热度,并且朱军本人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这种事情无疑是对一个央视主持人非常大的打击了。 并且,央视主持人这个职位也是属于长江后浪推浅浪的一种,央视会接连很红一些知名度不是很高的主持人,来对这些上了一定年龄已经快退休的主持人进行接班的。 尼格马奇本人就是属于这一种的,尼格马奇之前在央视一直主持一些知名度不是很高的节目,但是最后被成功捧红主持圈接连还完会后全是大火, 今天给大家主要讲述的这位央视主持人,同样也是被央视力捧的,他就是康辉。 康辉本人出生于1972年和被省时加壮士,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在1993年的时候开始主持晚间新报道和新闻早八点等节目。 随后在2001年的时候康辉担任央视新闻中心播音部的副主任开始主持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新闻联播,新闻三十分,新闻直播间等多档节目。 在2015年获得第四届全国中青年得一双新闻翼工作者称号,康辉本人也正式通过新闻联播,而得我们大家熟知的。 并且康辉可以说是算得上央视纪主持之后的新一位央视一哥了,虽然康辉本人身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并且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但是自从他开始工作到现在以来,25年,没有在北京市买下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康辉本人结婚了已经98年了,他和自己的妻子是属于同一所大学毕业的。 并且是同学,两人在经过很长时间的一段爱情长跑之后,正式结为夫妻,让许多人羡慕不已,因为康辉本人平时在工作的时候为人清廉的原因,所以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职位,却给自己获得一些更多的好处。 之前就有过一张传媒公司,想康辉去加入,并且给康辉提出了百万的薪资,和年底分红的条件。 但是还是被康辉给拒绝了,他和妻子两人结婚这么长时间也因为房子的原因,在其中所以至今还没有属于二人的孩子。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